今年的全國大專校園運動會在國立中正大學舉辦為期五天的比賽 在記者身旁的兩隻貓咪是今年的吉祥物 阿里 阿桃 他們也會來到4月27日的開幕儀式 跟大家共同迎接全大院的到來 濟南大學射箭隊 今天先過來適應場地 然後跟開幕 希望可以立造學校的佳績 今天比100公尺疊是好 特別 在嘉義中正大學會比較特別的事就是有園游會 開幕會場外 包含小吃 農產品 學生會及學生社團等 設有超過150個攤位的園游會 吸引許多人潮 也有民眾表示是為了晚上的選手之夜校園演唱會活動前來 要先去吃棉花糖 再去玩別的 很開心 為了聽他們演唱會 動線安排我覺得還不錯 開幕晚會上 副總統陳建仁 教育部長潘文中也出席聖會 致此為參賽者勉勵 並給予賽會祝福 副總統表示 期望透過賽事 奠定邁向國際體壇的基礎 全國大端校園的運動費除了可以提升大學校園競技運動的成本之外 我們還可以發掘優秀的運動選手 銜接社會體育的發展 更重要的是 選手們經過了前大運的添鍊之後 將可奠定邁向國際體壇的基礎 現場安排活舞 雅拉隊表演 刺激表演場面讓民眾接連驚呼 選手之夜 更邀請梁文英 李千娜等六位歌手接力開唱 除了開幕典禮以外 賽會期間 全大運緣優惠 有小吃攤販進駐 也有學校社團的聯合活動表演 供來賓參觀 欣賞 相關資訊 民眾皆可上官方網站查詢 中正醫報 王威 楊晴安 中正大學報導